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中美大事 我是任時 今天是9月5號 星期一 本集共有5條新聞和分析 烏克蘭坦克靠密技 爆打10公里之外的俄軍對手 川普透露 在經濟上支持一些1月6號的被告人 普京不滿 因拉攏中共駐政不利 俄國駐北京大使遭撤換 遊戲會改變人的大腦 營收千億的廣盛集團書記 董事長劉衛東落馬 老觀眾們可能注意到 我們最近把節目做成了更多的短視頻 加快了推出的速度 希望大家喜歡和支持 歡迎大家積極反饋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烏克蘭坦克靠密技 爆打10公里外俄對手 新錄影顯示 一輛烏克蘭T-64BV坦克從10,600米外擊毀一輛俄羅斯坦克 為先前記錄的兩倍創下有史以來坦克擊殺的最遠距離 不過 據福布斯雜誌網報導 許多評論員抱持懷疑的態度 引發推特賬號《烏克蘭武器追蹤者》的熱烈討論 然而 分析指出 這看來是可能的 而這位不知名的砲手之所以能有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表現 是靠小型無人機 還有烏克蘭秘密武器 也就是裝滿當地軟件的安卓平板幫忙 不尋常的是 這名烏克蘭坦克砲手從125毫米砲管間接擊中俄羅斯坦克 所謂間接射擊 意味著以坦克炮作為火炮 而不是狙擊步槍 在驅射彈道上發射炮彈 已越過中間障礙物 並進行超視距打擊 雖然超視距盲目打擊犧牲了準確性 但卻增加了射程 以往這麼做很沒效率 但現在不同了 烏克蘭坦克不僅攻擊區域目標 還砲擊戰車 並能正中目標 從無人機拍攝的畫面中可以明顯看出 烏克蘭砲手並非盲目射擊 而是靠無人機操作員告訴他們目標的確切位置 以調整瞄準的方位 當然 這是項挑戰 這時就必須用到激活 川普透露 在經濟上支持一些1月6日被告人 前總統川普週四重申 應該赦免一些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衝擊事件中的被告人 並透露他在經濟上支持其中一些人 我的意思是全面赦免 並向許多人道歉 川普週四告訴電臺主持人溫迪貝爾 在2021年1月6日事件發生後的一年半多時間裡 約有370人對相關的聯邦指控認罪或被定罪 而根據司法部數據 其中的220人已經被判刑 川普還在貝爾的節目中強調 全面赦免 他說 我們將非常非常認真地研究全面赦免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 這位前總統沒有詳細說明他在經濟上如何支持被告 也沒有說明他支持了多少人 川普發表上述言論的同一天 紐約市警察局的一名前警官因1月6日國會事件被判處了最長刑期 紐約市警察局前警官托馬斯.韋伯斯特 便稱 他在5月時被認定犯有6項指控 包括5項重罪 根據7月下旬披露的消息 大約150名國會警察和華盛頓特區警官提交了293份使用武力報告 《大紀元時報》最近獲得的另一段視頻顯示 華盛頓特區地鐵警察 莉拉.莫里斯.毆打34歲已經失去了知覺的羅莎納.伯伊蘭 目擊者也表示 在被莫里斯.毆打之前 伯伊蘭已經失去知覺 並停止了呼吸 普丁不滿 拉中共駐鎮不利 俄駐金大使遭撤換 俄國駐北京大使德尼索夫4日向俄美證實 在工作9年後 他將卸任駐北京大使一職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德尼索夫已被俄國薩拉托夫州代理州長 提名為聯邦委員會議員候選人 德尼索夫是俄羅斯著名的職業外交官 從2003年開始擔任特命拳拳大使 他自1992年以來一直從事外交工作 在其30年職業生涯中 擔任過各種重要職務 包括俄羅斯外交部 中央辦公室和泰駐國外 德尼索夫自2013年4月被任命為俄羅斯聯邦駐華特命拳拳大使至今 一指領導俄羅斯駐北京大使館 王毅2日會見德尼索夫時提到 德尼索夫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老朋友 也是真朋友 毒脈新聞報導指稱 普丁2月4日出席北京冬奧開幕式 並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舉行當面會談 會後聯合聲明更高喊中俄兩國合作沒有上限 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中俄在合作的認知上出現差距 一度傳出 北京並未給予俄羅斯系統性財政支持及半導體技術轉讓 讓普丁既不滿 又非常失望 《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分析家說法指出 俄羅斯進犯烏克蘭後 加速了北京政府與俄羅斯經濟關係中的這些不平等 並證實了俄羅斯對北京的順從 中共也極力和俄羅斯切割 並從中獲利 遊戲會改變人的大腦 近日 在中國計量大學2022年新生開學典禮上 校長徐江榮發表致詞 致詞中提到 上了大學就輕鬆了 是對大學學習的一個嚴重誤判 大學學習的首要任務是糾正 以尋求標準答案為目的的應識教育方式 最終目標是形成每個個體獲取知識的模式 知識應用的經驗和創新知識的方法 此外 他向同學們提出三個忠告 其中提到 網路遊戲是最大的校園毒品 每年被取消學習的同學90%因為遊戲 100%不值得同情 遊戲成癮又被稱為遊戲障礙 有科學研究表明 長期沉迷網路遊戲會改變大腦結構 北京回龍關醫院主任醫生紐雅娟表示 玩遊戲孩子的大腦 它的額液功能會出現一些損傷 和正常的孩子相比控制力下降 認知功能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部門負責人薩克希納表示 遊戲上癮的人會忽視其他重要的活動 如睡眠 吃飯 工作 這會對這個人造成傷害 營收千億的廣盛集團書記 董事長劉衛東落馬 廣東省廣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黨委書記 董事長劉衛東落馬 該集團2021年 營收超千億 控股6家A股公司 據報導 廣盛集團現有員工6萬人 廣盛集團官網顯示 8月29日 劉衛東還出席公司會議並講話 官網資料顯示 廣盛集團成立於1999年 註冊資本金100億元 是廣東省屬國有獨資重點企業 廣盛集團是以礦產資源 電子信息為主業 環保 工程地產 金融協同發展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 礦業板塊方面 廣盛集團控制的礦產資源分布在四大洲9個國家 千辛 財 選 野 綜合能力居全國第三 世界前五 廣東稀土產業集團是中共國務院確定的六大國家級稀土企業集團之一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了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這樣您就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視頻 感謝大家的支持 再見 請您的支持 請你訂閱 按讚 轉發和留言 請您的支持 按讚 轉發和留言 請您的支持 按讚 轉發和留言 請您的支持 按讚 轉發和留言